大家好,我是魔法创作士 欢迎大家收看我的视频 大家家里煮饭是不是常常都困扰 到底要如何才可以煮出 松软和香喷喷的米饭呢 其实煮出香喷喷 松软的米饭根本都不难呢 今天小编这里就和大家分享一个 电饭锅上的小秘密 99%的人都没看懂 结果煮出来的米饭常常都不好吃 大家一定要学起来 电饭锅刻度的秘密 松软,香喷喷米饭的小妙招 其实想要煮出香喷喷 口感松软的米饭 其秘诀就在 电饭锅的锅子里的这个刻度上 就是这些数字啊 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这个刻度 其实他们是这样用的 好的,大家看看 这个是小编的电饭锅的 锅子里面的刻度 左边的这个刻度 比如这个二号代表两杯米 要用电饭锅配来的杯子来测量 对应右边的这个刻度呢 就是二号的对面 这个刻度就是如果你放入两杯米 你的水位呢就要加到这个刻度 就是二号的对面 所以这个位置就是两杯米的水位 要填满到这个位置 希望大家了解啊 比如五杯米 大家就看相对的水位就到这个位置 水放五杯米 大家的水位就要到这个位置 就可以了 煮出来的米饭就会刚刚好 松软可口 非常的简单 好的,只要这样子做 煮出来的米饭就会刚刚好 松软度也刚刚好 而且米饭也会特别香浓可口啊 这个锅子的刻度 是搭配这个电饭锅的设计而定的 所以每一个电饭锅都有各自的刻度 每一个都不一样 大家就跟着各自的 电饭锅的锅子刻度 来煮饭就可以了 就是这么的简单啊 好了 今天的视频内容呢就分享完了 喜欢我的视频的朋友们 记得点赞转发分享哦 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 或许你有更多更实用的小技巧 欢迎评论区留言分享哦 点击我的视频头像 还可以观看更多的生活技巧 每天呢都会分享不同的精彩视频 别忘了关注我哟 感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了